我對於獅子山下維港兩岸 自由民主大家可以享受一個 真真正正的國兩制 港人治港 絕對有期望 曾蔭權 玩期望管理 他是數一數二 沒有秘密 他現在所做的 他的班 我叫劉樂所做的 其實都是一樣東西 死一條心吧 不要中這個計 所以我也都見到 民主黨何俊仁主席說 要將責任講清楚 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講過玩鋪勁 他現在不算數 他講過路線圖 他現在不算數 我告訴你 在這件事上面 最生氣的不是我 是梁家傑 在在2007年3月的特首辯論裡被 是講過那番話 梁家傑應該是最生氣 事實上也是最生氣的 最不滿意 最痛恨 這種援龍權術的人 所以接下來的日子裏面 我希望大家市民明白都留意 即使在中文大學 這個民調裏面 都講得很清楚 市民 絕大部份認為 責任誰屬 是有權力的人 民主派可以做的 是製造空間 鼓動風潮 借助現在的爭論 將現在的格局 拉鬆一點 創造一個空間 想像的空間 至為重要 但如果能夠落實 有全民參與的一個空間 去爭取普選 包括公投 為什麽不考慮 為什麽不像我所說 要積極考慮 有人想快些 有人想慢些 有人多顧慮 很正常 千萬不要以人 因人肺炎 或者因黨肺炎 甚至乎昨天馮檢基 我想今天都有 在《成報》寫一篇文 可能大家沒有留意 他講了他的保留 不要緊 我會找他談 好多事是可以解決 最緊要一件事 不要被人覺得 我們泛民主派的朋友 狗咬狗骨 鬼打鬼 玩東西多過做事 玩東西的是特區政府 玩東西不做事的是 曾蔭權政府 還有那幫高薪厚的 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是嗎 是 誰要下台 曾蔭權要下台 是嗎 是 那幫浪費公帑的政助 副局長要下台 是嗎 是 民主運動 要朝向 人民的方向去邁進 希望大家明白 一定要給市民一個信心 泛民主派 可以求同存疑 可以討論策略 可以討論戰略 一定要給人一個信心 我們是這個十字路口 我站在這個十字路口 大家要知道 向哪一個方向 一起走 好嗎 好 多謝你們 現在到了觀眾發言的時間 每位觀眾最多可以講到三分鐘 因為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首先 很欣賞陳家樂博士和卿姐的勇氣 因為來街頭論壇 尤其是最近公民黨和民主黨的立場 這麼突出 被人罵都可能在所難免 不過都會問回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是問回卿姐的 2012普選 應該是你們民主黨最大的政黨 但是為甚麼都要黨大會表決 第二個問題 我又想公民黨回答 第一 我很想說一件事 你們其實說甚麼 怎樣包裝一件事 泛民的選民 是很聰明 很理性 會知道你們 你們的行為是受到市民去監察的 基本上你做錯事 你走每一步 如果你做得不對 我可以告訴你 你下屆就不用選回去立法會 所以我很想問 一個這麼大的論壇 講一個政制 為甚麼當時人的五個立法會議員 都不出席呢 他是一個民選議員 他是要面對我們的群眾 接受我們的質詢 甚至可能有些比較激進的行為 但是你是一個民選議員 你是需要走出來 站在那裡接受我們的質詢 但是我見到他們 連被人質詢的勇氣 面對群眾的勇氣都沒有 所以我會覺得有一些失望 我問的問題是這麼多 我見大家要求政府有時間表 路線圖 我都希望在座局這麼多位 自己有這個五居總辭方案 給我們時間表 譬如長毛說 何時出到雪貼 公民黨 或者民主黨 又要有一個時間表 如果不然他們 就在那裡拖 一輩子都做不成這樣 希望大家要盡快給這個時間表出來 不要說政府衰 自己都要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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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 我們都要說 這個一個這樣的整個 這個協議 比如 大家都 回應一下歷史的話 英國對於加入這個歐洲共同市場有極大的爭議 1970年保守黨的Election Manifesto競選政綱 就說要將英國帶入去歐洲共同市場 1972年Edward Heath的政府在國會通過了European Community Act 1974年工黨上台 當時英國還在內部極大分化 我們應不應該是要繼續跟British Empire 英聯邦國家維持關係 因為跟歐洲共同市場維持關係 1976年英國那人全民投票 英國的選民說我們留在歐洲共同市場 在這次之後英國幾十年以來 除了一批很極少數極少數的激進派人士 已經沒有人會再去研究我們應不應該取出共同 歐洲共同市場 講到這樣的歷史 例如在2005年的小全純一郎政府 那個自民黨政府 他的單一議題投票就是 究竟應不應該把日本郵政局去私有化 當時有部分內部的自由民主黨的黨員 是很極力反對 於是小全純一郎就說 我單一議題 我現在我要將那些反對我議員排出黨內 結果他們大勝 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你快些說你的意見 是的 很多人要發佈 所以我自己覺得 那位知識大律師說 不需要公投 民意很清楚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成立的 還有我覺得 我們做一次公投 假設我們輸了 我們輸了 直選 那我們也是有好處 是好處 因為各位不用 各位都可以收釘 港人 香港人 已經舉了手說 我們聽 緊隨中央 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策略 各位也不用浪費這麼多時間 是不是 這位人自改 還有沒有人想發言 洪青先生有沒有說 喂喂喂 剛才我對於梁國雄議員 這個九十度鞠躬 我們十分不滿意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一個犯規會的問題 大哥 那又不是一個正式的會議 你鞠什麼躬 有沒有搞錯 第二方面 我對於劉慧卿議員 大哥你講話 別人拍手 歡迎你 你就會留下 喝你 你就會說別人不讓你說話 你就會走人 這個問題 街頭論壇 你來的時候 就遇到被人喝 遇到被人拍手掌 那你不喜歡 就可以走人 是不是 我有兩點 第三點 對於這個 五居總辭 何俊仁說 他個人意見 又不代表這個民主黨 那可能我們聽 我們聽錯了 是不是 但是這些古靈精怪的 連基本法都沒讀清楚 出來講話 分化大家 其實現在我們現在 連年都走去遊行 遊行完之後 又是得學吉 霸手掌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收到民主 回家又是第二天早上 又上班 繼續上班 我們得了甚麼 又是得學吉 民主黨 或者泛民 在議會裡面 這樣一年 又做過甚麼 除了05年 反對這個之外 證據之外 其他又做外事 在香港做甚麼 可不可以講快一點 因為很多人想回應 現在 我剛才講幾點 好 多謝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